同样生孩子,谢娜收到众星祝福,而她只是晚一天却无人关注 二月份刚开始就是好事连连,谢娜刚顺利产下孩子,紧接着第二天任佳伦的孩子也出生了 你们怎么看呢?张杰晒女儿相片,网友眼间的发现宝宝手手有问题 张杰和谢娜成婚多年,由于生子这个论题,遭受过许多谴责 现在两人的爱情结晶安全出世,两边亲人老友和粉丝都由衷为他们感到快乐 女儿是爸爸妈妈的小棉袄,张杰和谢娜一次具有两件小棉袄 美好感也是双倍的,为他们快乐 知情网友称,谢娜由于剖腹缠受了许多苦,张杰这几天哭了许多次 是美好和疼爱的泪水,张杰特别会哄小孩 宝宝睡着的时分就坐卸那边上握着她的手 有时也扶她慢慢走,抛去明星光环 他们也跟普通人相同,该网友还透露 那姐是母乳喂养宝宝,两个宝宝挺累的 张杰在宝宝出世第一天就晒出两个女儿的小脚丫 今日又晒出宝宝的小手,小公主穿着粉色衣服 手指细长白镜,粪粪的指甲很可爱 看到张杰晒出一个宝物的小手,有网友猜想这个小公主是张杰口中那个哭声响亮的 不过有眼间网友一眼看出宝宝这小手手有问题 还截图称看了这指甲就不觉得是哭声响亮的小公主了 仔细看还真是,这指甲看得稀碎的,必定是吃手手的小公主吧 难怪有网友提示杰把要注意点,不要让宝宝画到自己小脸 张杰说女儿手合适弹钢琴 那姐运气,钢琴家朗朗就送了一台钢琴给小公主当礼物 小公主这是赢在了起跑线上,爸爸妈妈会弹钢琴,还有钢琴家叔叔,好美好 有这么优异的爸爸妈妈,两个小公主必定也很优异,文武双全,等待一家四口铜框 文章图片来源于网络,与内容无关,如有侵权,敬请告知 希望小编的文章能够给您带来帮助 喜欢评论666,不喜欢评论222,感谢支持